鼠尾草种子种植起雅自哪里买与选购小撇步 土、有机土根不久的食用型鼠尾草幼苗,客户提供 鼠尾草种植起来并不困难,只要掌握一些小技巧,就能在家里轻松种出香气扑鼻的鼠尾草 以下是一些详细的种植步骤 1.准备工作 种子,您可以从园艺店或网路购买鼠尾草种子 喷气,选择底部有排水孔的喷气,以立排水 土壤,使用排水良好,富含有机质的土壤 阳光,鼠尾草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选择一个阳光照射充足的位置 2.播种 播种时间 春天和秋天是播种的最佳时机 播种深度,将种子浅浅的埋入土中,覆盖上一层薄薄的土壤 浇水,播种后,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要过度浇水 3.发芽与幼苗齐 发芽时间,鼠尾草种子通常在一横线二周内发芽 光照,发芽后,将喷气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 水分,保持土壤湿润,但避免积水 施肥,幼苗生长一段时间后,可以开始适用稀薄的一体肥料 4.移植 移植时间,当幼苗长出几片真叶后,就可以进行移植 移植方法,将幼苗小心地移植到更大的盆气货的里 5.日常照顾 浇水,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要过度浇水 施肥,每个月适用一次一体肥料 修剪,定期修剪可以促进分支,让植株生长更茂盛 6.采收 采收时间,当植株长到一定高度时,就可以开始采收叶子 采收方法,从植株底部往上采收,每次只采收部分叶子 小提醒 1.品种选择,鼠尾草品种种多,有关赏用,食用等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的品种 2.病虫害防治,定期检查植株,发现病虫害时及时处理 3月冬,在寒冷地区,冬季需要将鼠尾草移到室内或温室过冬 常见问题 1.鼠尾草不开花怎么办? 可能原因,光照不足,施肥过多,水分不足或过多 解决方法,增加光照时间,减少施肥量,调整浇水频率 2.鼠尾草叶子变黄怎么办? 可能原因,浇水过多,缺水,缺乏营养 解决方法,调整浇水频率,施肥 3.鼠尾草的用途 1.烹饪,鼠尾草是一种常用的香草,可以添加到各种菜肴中,如鸡肉、鱼肉、蔬菜等 2.要用,鼠尾草具有抗菌、消炎、促进消化等功效 3.观赏,许多品种的鼠尾草花朵美丽,可以作为观赏植物 4.祝您种植树微草成功 7.亚子哪里买与选购小撇补 1.确认产地与标示,选择产地明确,有相关标示,如芽菜种子,的产品,品质更有保障 2.注意价格,其亚子的价格差异较大,过于便宜的产品可能品质较差 3.比较评价,在购买前,可以参考其他消费者的评价,选择口碑较好的产品 提醒 1.其亚子的食用方式多样,可以加入优格、牛奶、果汁中,或是制作成布丁、面包、芽菜等 2.食用前剂的泡水,其亚子吸水后会膨胀,食用前建议先泡水,增加口感并促进营养吸收 0.使用前拍摄降水 1.食用前期 1.食用前 porridge